哈喽 大家好 我是Avi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上次的葡萄酒行话1.0教你们装的 你们都学会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出去被打了呢 我呢 准备把我这么多年喝过的酒 不对 是学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你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期葡萄酒行话2.0 之后这个行话系列呢 我也会加入更多的英文专业术语在里面 让你们的葡萄酒英语四集满分过 还没关注我的干净点关注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葡萄酒行话2.0 大家好 我是Avi 欢迎来到Avi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 酒制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那为了大家能更好的理解这些词汇 我们按照惯例来虚拟一个葡萄酒局 如果今晚这个酒局是大家自己带自己的酒来一起品的话 你可能会听到以下非常有趣的对话 大家今天聚起不容易啊 我拿出我的拉菲副牌来给大家品一品怎么样 哈 副牌假的 那其实副牌跟正牌呢在法国 波尔多呢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比如我们熟悉的法国一集装拉菲跟拉图 其实都是有正牌跟副牌之分的 那由于波尔多那边的气候不是很稳定 有时候遇上恶劣的天气 整一年下来的葡萄质量不是很理想 那些名气大的酒庄呢 又不想毁了自己的名声 又不想浪费那些葡萄 所以呢就做了副牌酒 但是我必须承认 好的酒庄的副牌酒质量也是非常能打的 俗话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拿出去外面PK还是能秒杀一天的 那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如果你真的把副牌酒跟正牌酒两个放在一起做对比 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且你只花了价钱的四分之一赚到 诶 拿拉费库牌这么客气 我今天拿一个膜拜酒给你们试一试 啊 膜拜酒 那这是要跪着喝的意思吗 那膜拜酒呢 通常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 跪 第二 乘量极小 有时候呢就几百箱而已 第三 神秘 它一般不对外销售 那如果酒鬼你想入手这样的葡萄酒呢 你要到他们酒庄的waiting list里面等个好几年 取决于不同年份 嗨 这你们就不懂了 膜拜酒这些都是炒作 但是我这个拿了RP跟JR的双满分 双满怪 啊 谁 啊什么 啊谁 那RP这个缩写在这里指的是罗伯特帕克 它是葡萄酒界特别有声望的一个酒瓶家 酒瓶家呢经常会收到酒庄送去的新年份样品进行评分 然后刊登在他们的网站或者是杂志上 罗伯特帕克他用的是100分的满分制来评判一款酒 如果他给这款酒100分的话 就会受到业界很多人的追捧 价格呢就自然撑撑的往上涨 那JR指的又是什么呢 在这里指的是葡萄酒界的女大神杰西斯·罗宾森 学习葡萄酒的肯定都读过他写的那本书 葡萄酒圣经 巨厚的一本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 但他使用的分数呢是20分制跟帕克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对评分是一个什么看法 欢迎在公屏或者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觉得分数作为一个购买参考是可以 但是不要太当真 毕竟呢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 葡萄酒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主观 要从自己的口味出发去选酒才是实际 好了刚刚那段骚操作吹了一顿之后 下面就要开酒了 那你会听到以下词汇 哎这酒他结构丹宁都太强 我们最后再喝啊 就让他平醒就好 平醒 醒醒 喂 醒 醒 那平醒在这里指的是指打开酒 再让空气顺着这个颈部跟葡萄酒进行接触 不倒进醒酒器里面 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不错的主意 如果呢你不是很着急之后 又怕倒进醒酒器里面醒过头了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做平醒这个动作的时候 都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就是他们打开之后就真的把它放那边了 你至少要把它倒出一杯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放到那边 你说就这么一点空气 它怎么跟酒接触呢 记得 平醒的时候一定要先倒一杯出来在杯子里 最后品酒时间当 每次有人说这个词汇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给他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 这款酒我品出了他的灵魂 他背后的风土 还有那手的可怜的酱油料 他究竟在说什么呢 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风土这个词当你进阶葡萄酒的时候 我保证你会经常听到 简单来说 风土指的是某一个特定的葡萄酒产区 它的地形涂染气候 它附近种的植物等等等等等等的因素 对葡萄酒风味的影响 那小到如果这个葡萄园附近种了很多玫瑰花 那这个葡萄酒就会带有一股天然的玫瑰花香 大到附近几十公里以外的海域带来的气候影响 决定这个葡萄酒的甜度高低 是不是听起来很循环 因为它本来就很循环 需要你细细品 好了看完含花2.0 恭喜你们 你们已经level up了 可是离王者呢 还有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还没关注我的赶紧上车 那你们在酒局上 还有听过哪些让你头痛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整备准备做一个葡萄酒含花3.0版 想看呢 在上方call1或者在下方留言 点赞 我还有很多大招没有使出来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做一个素质酒鬼3连1的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行 这就行 行 行 他晒了好久 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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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